瑞瑟湘纳鲁湾文件站已经成立了三年多 特别邀及在地社区的部落族人召开座谈会 除了说明文件站服务终止及项目 也透过实际课程让与会的长官以及族人明了 文件站共参共学的情况 而文件站长者热情的邀约 尚未到站或者是借铃的族人都能当朋友 一起共学 共劳现场互动热烈 纳鲁湾文件站召开部落社区座谈会 正巧文件站的庆生会 社区部落民众成为座上宾 共享蛋糕也一起共餐共学 成为文件站一日学院的社区居民 对于参加文件站的意愿也跟着提高 在说也许到很多 可以来这里动动脑筋 可以培养感情 那么喜欢在这里运动 跟朋友开了 希望我们文件站可以做越来越好 然后不管是课程多元 还是说环境可以在大幅度的改善 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往后的日子 当时可以越来越喜欢文件站 然后也欢迎更多的长者来文件站上课 成立迈入第三年的瑞瑞乡 那鲁湾文件站 借着多样多元化的动静态 学习课程 提升部落长者身心灵 生活品质 而每日的共餐共饮 强健身体延缓老化 这一次借着座谈会 邀请社区部落居民 一起来认识文件站设立的宗旨 以及博物项目 在共学共猜的体验中 共老共好互动热络 今天的座谈会 也就是再把再次的把这个讯息 告诉长者们和部落的人说 其实家里有长者 不要让他白天时间 可以到文件站来上课 来健身 或者是做一些手作 跟大家一起做交流 日子乡那鲁湾文件站 2022年成立 目前站内核定人数为24人 这一次首度与社区部落召开座谈会 部落社区协会表示 这是与在地部落共好的开始 在文件站照顾服务下 让部落长者们健康快乐的变老 记得是玉兰瑞士采访报导